日前 国泰航空公司首批内地机舱服务员采访交流活动在香港国际机场总部大楼举行 本批受聘的内地工程超过100人且均已完成培训与考核 有望在近期上岗值勤 国泰航空公司服务董事吴杰温表示 中国内地会是国泰航空未来的第二大工程来源地 他也向记者透露 来自内地的空中承务员将促使公司团队更加多元化 在2025年我们从内地交聘的空城可以到1500左右 我对我们从内地交聘的空城的表现非常满意 他们在培训的期间特别的认真 我相信到时候内地应该是第二大的空城的来源地 我希望他们可以享受在国泰航空的飞行上涯吧 国泰航空公司介绍 首批受聘的内地空城已经在香港接受了为期七周的带薪入职培训 内容涵盖应急安全训练以及服务技能等 有受访者表示 除了学会入职培训的技术以外 精通普通话部分内地方言或是拥有内地工作经验更是他们的独特优势 我可以讲普通话 然后可以讲英文 然后我来自上海还可以讲上海话 那我们的旅客他们一定会感到很亲切 所以这个就是我可以给到他们一个冰至如归的感觉 我之前是有在内地的酒店工作过的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更了解我们内地乘客的需要 所以就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空中乘务员在飞机上会面对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服务对象 为了能够给每一位乘客都提供贴心的服务 航空公司也会对员工做相关培训 有受访者在回顾授讯经历时指出 国泰航空在倡导尊重文化多元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我们这边都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公司 所以我们公司都是会有相应的课程的 然后所以在学习这门课程的同时 就是明显的能认识到原来大家同样的意思 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但是大家传递的是同一种意思 所以就让我去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乘客 然后为他们提供贴心的服务 除了培训员工对不同文化的包容 国泰航空也让新入职的内地空城 体会到了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内地空城代表相信 这种大家庭的工作氛围有助于自身服务意识的培养和提高 我们每天下课之后吃完晚餐 我们会聚在一起学习讨论 然后模拟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的一个团队合作是非常好的 整个班级就像一个大家庭 这个团队合作也是让我在以后的航班飞行当中 想要帮助更多的同事还有旅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ANGA NASTER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IA